《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好 回來 布林肯即將啟程的時候 美國國務院又出了一個報告 狂追我們偉大的祖國 話說 昨天我看見一段事情 我真的覺得林鄭強當年有一個名言 當然這個名言他當年說的時候 我是不知道的 但後來那些人回答出來 我想你一定聽過兩三年 這些人經常說 就是說無論任何場合 任何節目 只要有Leggo的出現 Leggo 我叫他 那你就可以評估得到 它是一個低品味 低俗之類的節目 老實說 我真的要很公道地和大家說 在Leggo 在這個近年的歷史 即是那些 不要說歷史 近年的社會事件 噢 那個萬人他Leggo 萬人Leggo 我不知道 他們的花朵 看不到 萬人 又萬人 陳百祥 我應該這麼說 Leggo 在社會事件之前 其實呢 我們很公道地說 我們用什麼眼光去看他呢 坊間有很多人 都是一個柴仔 就是很老狗 但是 始終我們不會知道 我們沒有接觸他的 他是一個名人 他是一個什麼存在呢 在這個社會事件之前 其實 你說他是很受歡迎很紅 你從來都不會覺得的 知名度高 知名度高 知名度高的 你會不會因為他 他買飛入場看電影 又不會的 不會的 是吧 但是他的確是第一男主角 譬如以前有一套《我愛羅蘭道》 《我愛老男兔》 你只看電影 《我愛老男兔》 只看電影也很低俗 但是我們年輕人中學 很喜歡的 挺好笑的 挺好看的 他做配角 其實往往 他有提升到一些東西 譬如 譬如 和阿昇仔做很多套 不止和麥府 是 或者他專門做 男主角身邊 美星宗追女仔 正中追女仔 或者劉德華身邊 即是做一些無賴 都是做一些無賴 貪小便宜 那些角色 是不是像他真人呢 不知道 所以家庭就熟 我們不認識他真人 但是你說他能不能用演技來講他呢 你又不覺得有演技的 是吧 他有什麼技的 好了 但是我真的發覺他真的沒得定 為什麼我突然說起他呢 我昨天看到他拍了一段短片 即是Facebook的Source 我想是電動車 即是大駕國產電動車 裡面拍的 他坐後面 前面有司機駕 他在說什麼呢 他說 那時候又這樣 喂 現在 我們不是 現在說我們產能過正 喂 我們不是產能過正 是我呢 不是 是產能過勁 我自己的個性就是阿勒斯罩 我是產能過勁 我們產能過勁 於是做了這麼多事情 於是人家現在害怕 影響到他們 就用來什麼 我現在做得便宜 他賣給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OK 好啦 那麼它有什麼不好呢 嘩 下面有幾千個留言 你知道什麼留言 當然是賺 賺他 那些那些那些 看市博 明白嗎 我真的不禁回應,我先不要用西方的國家來講,因為你有大約的補貼 因為我不熟悉這些,但我今天看到大陸做電動車或太陽能電板,照計香港上市的公司應該沒想到 今天我看到Yahoo的金融,全部是刑警,為何你做得那麼勁,會刑警呢?有盈利警告呢? 其實問題是真的要補貼,於是別人覺得不是fair trade,所以就要吵 好了,我又想說Alec哥,我就算當人家是打狗你,就是打狗你了,明明玩狗你,就是不讓你抬頭 就是要你做Alec哥,不肯讓你做Alec哥,當你們很多人這樣,那你可以怎樣? 你現在做Alec哥,那你可以怎樣? 如果你做不到什麼,就不要這麼多話說,不要為國家添煩添亂 電動車很厲害嗎? 老實說,以前別人的日本車,德國車,別人都不會特別,就是拍一條片,我們其他多差 不是,都不是別人的中國自己拍,是他而已 就是了,老實說 老實說,那些電動車不是很麻煩的 你現在,你的問題是你買到這麼便宜 OK 好了,歐洲是不是很巨? 那也是的,因為他們真的搞不定的 好了,Alec哥就說,我們買給第三世界國家,不用做他 又這樣說,大家便宜些,改善生活有什麼不好 如果你想想,第三世界國家,現在歐美都未能搞得到那些供電站 第三世界國家 所以說,他就代表這個低俗無知和沒有品利 林振強真是有先見,不知道有沒有 而且不專業 真是不專業 好了,今天我們先講講新聞 那當然很累 因為大家,我今天也值回張宏妮的阿仙奴 因為昨天也就像那樣,但你信不就不像那樣 這樣就不知道 那你就幾場 喂,你要贏過 你又要看利物浦和慢慢乘失分 他們有機會失分,但不一定會失分 大哥,因為掌握都是 掌握,尤其是萬成,他也少了一場 不過我有預感萬成,分分鐘,這個星期那個白禮頓 都難搞的 就會失分? 很難說的 因為上次那對車仔其實 都有些問的 不就不是問的,都是贏不小的 但是,你車仔如果不是啊 爸爸 不是,那個藍石頭那一隻 神話這個厲害 昨晚射近柱 昨晚射近柱 你那個位置 整個遠柱被人撲到 也沒辦法,人家封鎮到我近柱 就是啊,照射過去 你一是你一是呢,你就大小 你簡直是很有技術地 他又不是啊 他真是想在阿拉雅 左腳這個位置 去入王,結果 不忍中 你經常高波,我厲害,你龍門 神身反應到我 那個位置,那個角度你看 一定是成遠處的 而且那個成遠處不難嘛 不是啊,你不入都沒有人說你的 那個位置,最主要是不中 最後,如果你說你中了龍門 他腳擋得到啊 大小龍夾得到 那你也好啊 很厲害啊,單多回後 我喜歡他啊 但他挺快的啊 這個人抓到是有的 好了,昨天那隊 就不能說了 那隊車仔 下場我們這個星期 就打熱刺,我覺得這場是關鍵的 作客啊 好像是主場啊 先看一下 我們應該是主場對熱刺 作客對熱刺 應該是作客的 應該是作客的 作客對熱刺 就主場對班尼茅夫 然後就作客對曼聯 主場對愛華頓 應該是這樣的 沒什麼所謂啊 我覺得 其實阿仙奴作客的成績是很好的 反而好過主場的 不需要太擔心 其實上一回合 主場2比2那場 被熱刺迫和 我都很懷疑的形勢贏了 不過你無法左身和一個 去到這些高手 但是 唯一的就是 講到體力 那些球迷 那些阿仙奴球迷 就很擔心熱刺 休息了兩個星期 阿仙奴 一場三回一場 我不是很擔心 因為昨天不要用力 第一 第二 其實休息了兩個星期 或者三個星期 反而會攀動 攀動了 有時 5、6天就要看一場 4、5天就要看一場 還好地地 不過不要緊 就是去各國球 你現在圍拉這樣 就是這樣 是吧 喂 這樣地也要追 因為現在要失分 是吧 那 今年的星期 就是很精彩的 好了 我當然 5時多睡 其實我沒有壓力 可以睡晚一點 結果又是8時多 就起了身 你沒辦法 年紀大了 我看一個鬧鐘 原來睡多一個多鐘 睡多一會 這麼快就醒了 你沒辦法 你遲一點就知道 然後 其實我累的 但是睡不回來 再過了一會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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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結果 當然非常疲倦 好了 我們首先看看這些新聞 趕快說 第一 竟然這個民調 這個民調 指出香港民言 香港民言應該是建制派那個 還是香港民意研究 應該是誰 中什麼鬼的那個 中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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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調查了 這個 18809個市民 當中68%是反對政府 8月1日實施垃圾收費 那麼少 68% 即是那麼七成 OK 只有12%支持 如期實施 整體來說 5成4 整體 都反對垃圾 徵費 只有27% 市民表示支持政策 我先不要說原因 它裡面有的 如果 只有68%反對政府 現在是徵費 你搞這麼多年 我真的要批判這個政府 你看到裡面的內容 以及我們做節目 或者看其他KOL 或者看報紙 其實 大部分人 都是因為覺得 你的政府 沒有能力去推行得好 你要我們給錢 因為我們做那麼多 那你會做到什麼 你說你做什麼 在過去這麼多年 都沒有給證 시간이 我不要跌倒對政府 就算在這界政府 要不然SSöl 少生 summer 大家都不能覺得 做多很多事情 這些解放 解放一袖子 插amiento 到了現在 有些地方 為了 wrench 行現在 做過的 那些報導 除了第一天 其實也不夠多 除了第一天之外 於是大家覺得你都沒心做 加上現在機制環境這麼差 不如遲天才做 這是68件 而整體反對的確索性 反對垃圾徵費竟然都超過五成四 超過一半 我真的覺得 我想真的要分析一下 因為老實說對我來說 垃圾徵費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 又不會有很多錢 那為什麼會五成四 我覺得是否可以在人口價結構分析呢 第一 大家都是香港人這麼多年 會不會是因為這幾年的事件 大家對這個社會的歸屬感少了 於是卷餘了 又或者甚至乎我們有幾十萬人走了 replace 了幾十萬人下來 其實都差不多 十分一的 這樣說 那十分一人入面 現在一千八百零九 用這些大數據 我沒有讀過那些統計學 那可能有一百八十至二百人 是那些新移民來的 所以那些人根本沒有這個環保意識 或者不覺得應該要付費 於是調查出來就是這樣 因為超過一半的人 竟然是從根本反對垃圾收費 還是 因為這個是垃圾收費 不是反對環保 因為你可以不收費而做到環保 當然我沒有辦法 但是你的邏輯上是這樣 一部份人是反環保 我不信有稀口變化 我不信 其實我是局部信的 但是我覺得 我真的好 我真的這樣說是不是好 喂 我也未必看得到 怎麼習慣那些事 還有我不喜歡是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 著名國際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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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瑞典肥欺 那些小妹 屌你了 又說這樣 又說這樣 You dare to 什麼 屌你 然後自己踏住人飛機 大把 好了 另外 其實 什麼 綠色地球準總幹事 我不要說他那些 說真的 你要 願的 你就要 掌握了資源的政府 那些宣傳教育 這麼多年是做得不夠 我跟大家說 不要說 一個這麼複雜的事情 又說要一號袋 二號袋 三號袋 很多號袋 又說可能要割木棍 這些 只是清潔香港 以前我們七八十年代 一條垃圾蟲 一隻有隻垃圾蟲 我不知道大家應該有聽過 我的節目就知道 我有個朋友跟垃圾蟲很像 是嗎 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 你一見到他 他又不是綠色 又不是一塊塊 他好運還是不好運 不幸運 你一見到他 比如你小孩子一見到他 叔叔 你有沒有朋友這麼像垃圾蟲 他很像垃圾蟲 很像垃圾蟲 很搞笑 他有溝到女友情 很奇怪 那就行了 太好了 以前是這麼簡單 清潔香港的暗動 甚至乎七十年代 到了八十年代 嘩 譚美麟臨之常唱歌 其實 真的 那時候 我可能知道 那時候 是一個這麼簡單 叫大家不要丟垃圾 他都不要在具體上說 一定是吐痰 還是什麼 總而言之清潔香港 人人有責 還有有雙眼 很凶狠 看著人 即使是 只是叫大家不要那麼自私 不是要具體做 很specific 要做什麼 都要是長年累月 不停地去宣傳 你不見的 宣傳什麼呢 不是我說 是這個綠色地球總幹事 劉子豐他說 唉 不知為什麼 做其他一些政策 就有很多努力的 大家明白是說什麼政策 老實說 然後你又說要8月1日走 說真的 這些文言出來 香港文言 我不是說什麼的 之前他們又說 不公開數據 有些是那樣的 大家都猜到了 政府是不是 找一個落台街 所以我看到 陶傑 我不知道是不是陶傑 其他 有些做節目的人說 什麼 又落了這個時間狼 100% 趕得那麼盡 這個8月不會改 不會搞 不會搞的機會很大 我自從金收藏在Sogo面前 打飛機這個經驗 我不說到那麼長 先打他 噢 吵你了 我都不要跟他 我現在不要跟你說 逐字失掛 有飛機打他 那些我不說 我們現在實現 是 我說不算數 好啊 是不是 這樣就無賴 真的 吵你了 不是 再不是 喂 打飛機其實很多種 是 打飛機 很多種 打飛機其實是什麼 走人 是自助 是 是 是 但是其實不一定 像我們小時候 有些車在那裡 十幾歲的時候 現在好像我現在這樣 好 駕駛駛駛駛 喂 你都可以興奮出野 甚至乎 是不是 那我去搜尋門口 我還要 我還要做我的樣子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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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但你當時有沒有說 那條子出來 沒有 OK 我在搜尋門口 打飛機 OK 不是啊 喂 其實如果不被人挖 我也是不害怕的 過癮了 我想看 為什麼 自己馬路的朋友 女人不要回答 不用你們回答 有誰說你一輩子未打過飛機 打個二字出來 我丟了你了 神經病 你還未打過飛機 有沒有吃過飯 有吃過飯就打過飛機 不是啊 你以為有人不會打二字 不要在那裡架駕駛 你說你沒有打過飛機 神經病 從青春期 無可能 到到 不是啊 你說你現在沒有打過飛機 譬如你四十歲以上 我也覺得不可能 哈哈 有沒有喝過水 你現在你問阿成哥 是 是 李嘉誠九十幾歲 這些是架駕駛的 哈哈 你說你還未打過飛機 哈哈 答應是架駕駛 所有 不是 答應是架駕駛 所有 我認為 未打過飛機的男人 應該要死全家 全家死絕 為什麼 你連打飛機都不承認 和尚打飛機 是 那些狗 狗 是 無緣無故 不要說見到人 那監視床 在那裡按 有沒有見過 有 是架駕駕駛 不忍打飛機 不用打 那一不用打 吵你 老實說 我有女兒想打飛機 我有老婆想打飛機 我有叫雞 想打飛機 我告訴你 沒有直接關係 你有老婆 外面也有幾條女兒 偶然都是叫雞 都會打飛機 不要用你來作人 不是我作人 基本上是 我討論 大家去做盟調 去催眠 不要打飛機 衝衝一下糧 吼吼吼 吼吼吼 吼吼吼吼吼吼 打回飛機 都是 有的 衝衝一下糧 少些 吼吼吼吼吼吼 吼吼吼吼吼 吼吼吼吼吼吼 吼吼吼吼吼 吼吼吼吼吼吼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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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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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你就給小費了 不打飛機 好了 產能過剩怎麼可以不打 產能過剩當然要打 就算產能沒得剩 有些人 譬如那晚出去玩 搶個女兒兩三次 打空炮 回家想想想 洗澡 想想想 那女兒真的入不戰 也要打多次飛機 沒東西出的 不是產能過剩 為什麼呢 心癮 想起這麼多人就不戰 屌你都不要這麼大兩邊城 屌你都不要吵 你家底毛屌你 兩條這麼多人又有香 屌你都想起 鬆鬆開兩邊去打多個老飛 其實打空炮 打空炮都會打老飛 屌你都不是 不一定是年輕人 好了 很明顯 要誠實面對自己 另外有個研究 就發覺指引管 這個是比利時大學 其實都很多年前 去年在學術期行登過 我就不會去失敗大家 他說90%的止飲桶 都含有PFAS 我先說PFAS 但是原來 除了止飲桶之外 膠飲桶 粥飲桶 玻璃飲桶等等 都是會有PFAS 即我們用在膠飲桶上 他都說PFAS是多佛縣機密質 這個縣字是查詞點 如果我真的沒有可能會懂 這個多佛縣機密質 長期接觸就會增加患上腎癌 卵巢癌 膠軟癌等等 多種癌症的風險 也會影響胎兒發育 但是其實這些是嚇咎鬼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基本上 交飲桶就好了 你就這樣喝 其實真的很難會中到的 不過有這個東西 PFAS 所以他建議大家用不鏽鋼飲桶 這些是多想魚的 問心一句 你說如果環保我不管它有什麼材料 你首先那件事你肯去reuse就可以了 所以不鏽鋼是最好的 但是不鏽鋼是很難清洗的 難一點 雖然裡面有些人弄了一些 很幼的 我覺得 我不知道 如果是這樣 不如大家用不鏽鋼飲桿吧 但是不鏽鋼飲桿很便宜的時候 大量的時候 它都是可以去到曾經的情況就是 那些人說我洗 找人啊 通啊 還要貴的 我買個尖 都市人啊 哪有這麼多時間 是不是 很乾淨 那我就不如 如果你想要用那些交飲館 足飲館 那大家也不用那麼害怕的 但是我就真的不喜歡用試飲桶 所以我現在呢 我真的好幸好我又開車而已 我呢 絕不環保 我絕對不會reuse 我就塗了很多 其實我都沒有塗那些 我用了care那些 我就塗了很多 那些飲桶 我就放了一排在車上 去到茶餐廳 就這樣 去到茶餐廳 這個是我今天買的 外賣 嗯 膠杯 膠飲桶 OK 好了 然後呢 我就三人炒飲桶 像這樣 反正在茶餐廳 茶餐廳的人看到我 都會心微笑 嗯 其實呢 因為它在 膠飲桶是在 狂吃都不能給你的 不想給我就自己戴 自己就很好喝 那些紫飲桶 初初 現在就沒有那麼大股味 還有沒有那麼容易用 但是都是差一點的 都是差一點的 好啦 叫你老母臭系 我都叫大家低調 因為有什麼示範 有什麼示範 那些朋友傳給我呢 其實我是第一時間呢 我是連看都不看的 只要我一傳到 這個是 就是包括我的示範 立刻刪除 為什麼呢 因為我知道我不會回應 既然是這樣 學到這裡不開心呢 這些事情真的不是個個可以的 那 我想說什麼呢 沈運龍 世間本無事 團門前區議員 那麼熟悉的這個人 毛坤泰 是不是我認識他的 那麼熟悉的 我不會怪我的Facebook 朋友來的 OK 他沒有做區議員了 對呀 前區議員 好了 還有當然啦 跟著 讀媒啦 即是讀家媒體 零一啦 等等都有做 因為你 那麼厲害 OK 好了 於是乎 大家 喂 你那麼多話說 你不低調 其實事情是慢慢過的 你高調出來這麼說 那麼多話 那些人就看看你 咦 香港基金顧問 團結香港基金顧問 董建華學基金來的 梁振先生 話事 你很厲害 重設施 嘩 顧問 即是他們要聽你講 好了 該基金的網頁顯示 沈運農在2006年 拿得這個香港專業評審局 頒發的榮譽院士 那這些我們不當是假 不過是榮譽院士 那麼香港專業評審局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你聽見那個名字呢 那麼他們去到這樣的位置 大家唯一唯一唯 是吧 譬如我加入 喂 老老實實說 如果我拿回回鄉卡 說好中國故事 做好生意 出賣一隻叫 燕敬可樂 這樣譬如 是吧 喂 然後我當然 我都搭一下雞棚 又和聰明哥一起出席 和鄧炳祥一起 就是什麼 我都留下過這些 所以我們先不要理他 2003年考獲 再之前 203年 2011年前 北京燕山大學 材料工程碩士 燕山大學 好厲害 好了 但是他現在的博士是什麼呢 就是2010年 即是13年前 取得馬來西亞大學之工商管理博士學位 英文名就是 South Pacific University of Malaysia 那我就熟馬來西亞 我就未熟到 知不知道有間這樣的學校 那些記者和前區議員 毛均泰和讀媒 周新文 01 一眾記者 就去檢查一下 這些很容易檢查 一檢查之下發覺 咦 你老母 馬來西亞大學 沒有這間大學的 哈哈 好了 看看英文 就是英文嗎 South Pacific University of Malaysia 沒有 404 搜索是零 好了 於是 周新文的記者 就去馬來西亞教育局 出的大學排名裏面 去嘗試找這間馬來西亞大學 那一定有了吧 奧 你老母 都是沒有 哈哈 反而 你知道Google 就會這樣的 當你搜尋 譬如說South Pacific University of Malaysia 其實 它會說 你是不是再尋找 另外一間真的差不多 反而他們找到一間 是South Pacific University 不過沒有of Malaysia的大學 中文就叫做南太平洋大學 那在哪裡 註冊地點不是在馬來西亞 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小國 我真的不認識 聽過一下 聖基茨和尼惠斯和百利茲 我聖基茨好像聽過 尼惠斯和百利茲 百利茲我也聽過 百利茲我也聽過 百齒利我也聽過 這麼多食物 OK 不是 它不是百利茲 它是百利茲 好了 而這間南方太平洋大學 的亞太區獨家代理 在網頁明碼實價 博士學位 就四萬九千五百元人民幣 榮譽博士學位 就五萬六千元人民幣 讓外界適時聯想 都學到兩個字 我覺得毛議員 前議員 就想多了 人家 說的是 Servant Pacific University of Malaysia 就不是說這間南轄 真的不是說這間 那個 但是那個 連網站都沒有 即是不存在 你怎麼都弄個網站 我實說 你出來說 記者當然要問問沈運龍 人家要問你 是啊 你暫時沒有回應 平時很喜歡說話 你平時回應很快 即是回應 關於李王子來不來 新加坡有沒有找他 團結香港基金都要說 為何你的顧問是這樣的質素 其實團結香港基金 出了很多話 一時間又想不起 怎樣團結 即是想你一個個個去拆鞋 就可以了 老簽集中人 老實說 團結香港基金 現在真正話事人 就說明了 真正話事人 大家知道是誰 也連結了 屈榮元 跟他寫這個劏房王子 變成這個總統王子 都知道是什麼事情 老實說 這些事情都不算是好事 好 另外 講完這一節 前年6月 即是接近兩年 接近兩年 的反恐專責組成立了 差不多兩年了 記住 反恐專責組不是什麼國安 可能是隸屬國安科的 但是反恐呢 最主要是 它就是 反擊 恐怖活動 好了 在這一年零十個月以來 已經收到二萬八千宗舉報 而過去大半年 他們跟物流業合作 亦都舉行了一些 我真不知道 舉報可而包裹 這樣說 好了 二萬八千宗 我當兩年了 一年就是一萬四千宗 你只要除了三百六十五天 你一天都有幾十宗 燭灰 我心會在這兒 我不知道 是不是這麼多恐怖 沒有 說就是建議職部 你有沒有這麼多資源 我很懷疑 有沒有這麼多資源 去審視每一宗 如果一天有幾十宗 你起碼要去審視一下 那個可信性 是不是真的有危險 我不知道 有沒有審視到 還是你很快就覺得 這些樓 這些樓 這些沒有東西的 還是你誇大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等於當年 一九九零年 《無線世界》 我們專業評論 是會選到一個 不會入波的時間地 才會賣廣告 才會賣廣告入波 為什麼 為什麼 假如現在你一天收幾十宗幾百宗 你怎麼知道哪些是有料 還是無料 單間要跟 那你多少百億都不夠 如果這樣說 還是根本沒有這麼多 舉報 還是 縱然你跟不接都好 你都仍然是鼓勵 為什麼呢 大家明白 因為你有這麼多的數字 你才可以說 拿到這麼多公帑來 去探討這些事情 此其一 保護自己的職位 其意就是 製造一種 簡單來說 justify你們的存在價值 香港很多恐怖活動 我真的不覺得 那你破了 你在advance day 在恐怖活動發生之前 你破了幾個單 現在我在這幾年裡面 我印象中 可能我只是記錯了 最厲害的是 什麼西貢豪衝 那時候我怎麼不知道 群組說 他們會想著做事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香港 當然是這個 篤灰之城 有二萬八千單 那時候 什麼國安 篤灰 他又說是 有十幾萬單 香港在香港 那麼厲害 那你說 我真是 我真是不懂得說 謝謝